第657章 拍卖结束 应该是不会再有不开眼的家伙再来捣乱了 两位既然对我萧门掌管封城没有意见的话 那么便请安静坐下吧 拍卖会马上便要开始了 萧颜蛋笑道 听得萧颜话语金颜二老脸皮抖了抖 今天他们这张老脸可是丢尽了 不过没办法 心中叹息着 两人忌惮地看了一眼萧颜身旁那冷若冰凶的美肚沙 这才干笑着坐回了椅子 诸位 先前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还望勿怪 接下来便会是今天的正戏 丹药拍卖 目光从金颜二老身上一看 萧颜脸露笑容地冲着拍卖场内的无数人微笑道 萧颜话落 下方先是一阵沉默 悬迹顿时响起阵阵的迎合声 经过先前的那一幕 就算是再愚蠢的人都是知道 这萧门所拥有的实力根本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所以自然再没有人敢出言挑衅 反倒是种种拍马复合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见风使舵的人 黑小玉同样不少 吴氏那扑天盖地的复合拍马声 萧颜转头冲着也是松了一口气的萧颜一笑道 接下来的事便交给二哥吧 今天这拍卖会应该能够顺利举行了 萧莉笑着点了点头 连金银二老那等实力都是碰着一鼻子的灰 还有谁呀有着胆子敢来捣乱 见到萧莉点头 萧颜这才举步对着后台行去 其后美毒沙如影随形地紧跟而上 最后萧师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目送着萧颜两人离开 萧莉微微一笑 手掌一挥便是有着几名侍女 手捧着银盘的款款上台 银盘之上小巧的玉瓶分外引人注目 接下来是我们拍卖会所要拍卖的第一种丹药 后台客厅 萧颜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捧着温热茶杯 偶尔地抿着一口 在这里他能够隐隐听见 那从拍卖场中传出的火热拍卖声 看来那些丹药所取得的效果颇为不错 这次多谢你了 捧着茶杯 萧颜突然转头 对着一旁脸颊冷漠的美杜莎轻声道 对于萧颜的道谢 美杜莎却依然是冷着一张翘脸 千禧妖枝在衣裙下标果 隐隐露出充满着无尽诱惑的曼妙曲线 令人忍不住 有种将之挽进怀中好好把玩的冲动 此刻的美杜莎女王心情极其混乱 在萧颜找到她想要她帮个小忙时 原本按照她的性子定然会直接的理也不理 但一瞧到对方那张年轻面孔之上 阴切与希望 她的灵魂深处便是会悄然蔓延而出一种异样情绪 令得她将道口的巨烟话语吞下肚去 她虽然也知道那种异样情绪定然是因为融合了吞天蟒灵魂的因果 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令得她颇为的烦躁 一方面她很想一巴掌拍死这个竟然敢侵犯自己的家伙 可另一方面灵魂深处的影响却是令得她忍不住的想要徘徊在这个家伙的身旁 两种矛盾的感觉让得这素来以狠辣文明的美杜莎女王不断地挣扎与犹豫 不要再冷着一张脸了 我知道你答应我的请求有着一些吞天蟒灵魂影响的缘故 所以我可不会自作多情地以为你真的对我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望着美杜莎那冰冷的脸颊 萧嫣忍不住地摇了摇头苦笑道 美杜莎带眉微挑却是依然保持着沉默 萧嫣轻轻放下茶杯挠了挠头旋即有些尴尬的道 其实我们之间也没多大的仇恨吧 当初在地底 我也是身不由己 都是那该死的陨落心眼惹的货 当年我进化成功时 你若是不将我所化的吞天蟒带走 我自然不会与你有牵扯 而且 只要给予我足够的时间 迟早能与吞天蟒灵魂相融合 它本来就是由我进化而诞生 从某个方面来说 我们同为一体 听得萧嫣竟然想要推掉所有责任 美杜莎顿时柳门一术 咬着银哑道 你不带走吞天蟒 就不会有如今这些麻烦事 我更不会被你带心弟弟 现在 你竟然还敢跟我说 没有多大仇恨 萧嫣再度苦笑 敲了敲有些头痛的脑袋 说道 当初我也不知道 那吞天蟒便是你所化 而且你也说了 与吞天蟒同为一体 我对那个小家伙 难道有半点怠慢吧 你总说 我把那个小家伙当宠物养 所以让你这个女王殿下 很没面子 不过老天可见 我平日把他 当做小祖宗一样供养 连我都舍不得吃的半生紫荆园 就给他当水一样喝 这还不好 萧嫣为自己大声喊冤 听得萧嫣这番受了天大委屈的反驳 美杜莎也是一正 萧嫣究竟心中 是不是把吞天蟒当小祖宗供养 他不知道 不过那珍贵的半生紫荆园 到底确是经常给吞天蟒食用 这一点他倒是极为的清楚 心中念头转动着 美杜莎女王那冷漠的脸颊 稍稍解冻了一点 然而还不等发现 这一幕的萧嫣心中一喜 他便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脸颊再度一寒 冷冷的说道 就算那些事 我可以不再计较 不过你趁我利弱时 所做的那些无耻之事 却是丝毫狡辩不得 按照我蛇族人的规矩 若是身躯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被侵犯 那么 要将那侵犯之人脑袋取回 最后投进族中圣池之内 腐蚀殆尽 文言萧嫣脸庞顿时已僵 突然有些觉察到脖子一阵发凉 这女人难道还真想把她的脑袋 给带回去处理了 嘴角抽搐着 萧嫣忍不住的有种喊冤的冲动 当初在地底 她也是完全被允了心炎 而生出的浴火控制了已知 因此仅仅只能在事后 回想起片段事情 而且在那种情况下 她根本就没有半点感觉 要知道 那同样也是她的第一次 等你我完成约定 你必须将附近丹给我修炼好 到时候 这些恩怨 我自会了断 美杜莎离也不理消炎那僵硬的脸庞 突自冷笑道 而且 你也别想给我拖延 一年时间约定到达时 我若见不到丹药 你的下场 同样不会好到哪去 话音落下 美杜莎身形一颤 便是缓缓地消失在椅子上 望着美杜莎消失的身影 硝烟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女人果然不好忽悠 看来啊 只能慢慢来了 不过还好 距离约定还有着不少的时间 她还能慢慢想办法 让这个女人 对她的感觉变得良好一些 哎呀 头痛啊 手指揉了揉太阳血 片刻后 依旧想不出什么办法的消炎那 只得抬头一声哀嚎 拍卖会持续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方才在天色逐渐暗时完美结束 这场拍卖会的收获 既是萧丽与萧炎早有预料 可最后在听得暑下汇报时 依然是有种欣喜的感觉 有了这一笔庞大的资金 不仅萧炎所需要的那些稀奇药材 能够完全地弄到手 而且所剩余的 也还能令得萧门大肆地搜罗强者 当然 作威为这次拍卖会 付出了一些力的三大势力 因为日后还需要他们的力量 所以萧炎不仅未曾吝啬 反而是从所获中 拿出不菲的一笔 分于三方势力 瞧得他们在那时惊恶的表情 萧炎心中知道 这笔钱的效果已经达到 想要降服人光靠大棒 可是不行的 而且此次拍卖会的顺利举行 不仅让得萧门大转 也使令德原本因为黑盟减散 而略为有些萧头的封城 再度回归到了巅峰的人气 甚至还有过之而不及 这一点呢 倒是有些出乎萧炎萧莉的预料 在拍卖会落幕的第二天 萧莉便是派出人手 以最快的速度 将当初在各处所预定下来的那些昂贵药材 尽数的搜罗而回 而当萧炎从萧莉手中 接过哪些被保存的极为良好的丹药时 脸庞上的喜悦并未加丝毫掩饰 他知道 有了这些药材 那么距离要老苏醒的日子 也就不远了 而一旦要老苏醒 那距离他们回归加玛帝国的日子 也同样不远了 一切的恩怨都将会在那时了断 五十八章 修复药业 茫茫深山人迹罕至 望不见尽头的葱与颜色 是山中唯一的主调 偶尔有着魔兽的咆哮声响彻山林 最后惊起无数休息的飞鸟 在一处悬崖峭壁中间处 有着一处从山壁中突出来的巨石 巨石由于经常被风吹雨打 因此表面极位的光滑 甚至还阴隐泛着一层光泽 然而此时的巨石之上 一位黑袍青年却是稳稳而立 双脚犹如老树盘根般 将巨石紧紧地吸附而出 令得身体也是文字不动地处理于上 黑袍青年自然便是从封城离开的消炎 这次唤醒要老恐怕会有着不小的动静 因此他自然不能在封城那种人多耳杂的地方进行 所以在与萧丽打过招呼之后 他便属于美渡沙女王两人 再次进入深山之中 在这无尽深山中 即使是再大的动静 也将会在那重重叠叠的山峰遮掩间消逝殆尽 消炎目光左右扫了扫 这处陡峭山壁 安静的空间甚至连鸟鸣声都难以闻见 片刻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抬头对着峭壁顶峰大声笑道 哈哈 麻烦了彩琳 不要让任何东西打找到我 笑声船上隐隐约能够看见山峰之顶 有着一道曼妙的倩影处理 不过他对于萧严的喊声却是充耳未闻 连半句回话都懒得给予 对于美渡沙这般态度 萧严早已经习惯 因此也没什么不对的表情 他知道这女人虽然嘴上懒得理会她 可只要答应的事情 一般都会做得令人无可挑剔 有她在一旁护发 萧严几乎能够彻底放心 盘腿坐在光滑的巨石之上 萧严缓缓闭目 片刻后 呆呆呼吸心跳 皆是进入一个平缓节奏时 方才屈指一弹 赤红色的药顶再度轰然落下 最后重重地砸落在巨石上 令得后者微微颤到了迹下 望着面前的赤红色药顶 萧严面色逐渐凝重 手指上的幽海纳姐光芒微微闪烁 旋即一株株药材从中闪现而出 最后犹如受到了某种牵引力一般 凭空悬浮在萧严周身 这些药材长相皆是有些古怪 不过眼眼间所散发而出的一股奇异味道 确实令得人的灵魂有种被泡在温泉之中的舒畅感觉 轻嗅了嗅那些奇异的药香 萧严脸庞上的微笑更上 这些药材对于灵魂果然是有着布下的效果 屈指轻弹 一缕琉璃连心火便是闪躲而出 最后买如火精灵一般 灵活地绕着萧严手指来回穿梭 去 一声轻贺 这缕琉璃连心火便是暴尸而出 然后顺着药顶的通火口钻进其中 然而其进入药顶的那一煞便是骤然膨胀 最后化为熊熊火焰在药顶之内升腾而起 随着火焰在药顶之中的翻腾 半晌之后 萧严修长手指突然轻轻弹在一株 悬浮在其面前的药材之上 而一股巧劲便是直接的经之射进了药顶之内 药材一进入药顶便是被碧绿火焰尽束包裹 然而那恐怖的高温却是并未立刻的使得它焚毁 甚至在火焰断烧中 那株药材竟然通体散发出了 犹如白鱼般的淡淡豪芒 试图隔绝着火焰的温度 对于这株药材竟然有能力 自主地反抗火焰的焚烧 消炎却并未过多诧异 它清楚 这种能够修复灵魂创生的珍惜药材 大多都是能够凭借着一种本能 而抵御着外在的伤害 比如这捧被投金药顶 名为清育骨身的药材 虽然名为骨身 可其形状却是以于跟血白如玉的骨头相差不多 这种骨身有着不亚于金刚的坚硬 对于火焰的抗性也是极强 若使用寻常火焰 想要将之炼化的话 没有个半年乃至一年 恐怕都难以取得多少成效 因此对于它能够抵抗住琉璃连心火的炙烤 消炎并未感到意外 炼化这种药材 不能有丝毫的急切心理 一切循环渐进 方才是王道之徒 望着药顶之中的熊熊火焰 半晌后 消炎缓缓地闭上了眼眸 它知道 即使是以琉璃连心火之强 想要炼化这血玉骨身 怕至少也是需要几天时间 不过 血玉骨身的抗火程度 即使是消炎早有预料 可在当其乔得第三天 方才开始融化的骨身时 依然不免一脸惊诧 这些能够治愈灵魂的药材 果然与寻常药材不同 这种硬度的药材 还能算作是药材吗 在消炎静下心的缓慢炼化中 带的时间达到第五天时 那坚硬无比的血玉骨身 方才彻底地融化成为了一滩 雪白的粘稠液体 将那些雪白粘稠液体 置于药顶之内 某处温度稍高的地方 以温火熏烤 消炎用瓦巴停蹄地 将另外一株 同样难以炼化的药材 投入而进 再度开始了枯燥的炼化 山中无时日 当一株株 巡浮在消炎面前的药材 逐渐化为药顶中 各种色泽的药液时 时间也是如流水一般 悄然地从指尖流逝 在消炎进入到深山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时 所有的药材 终于是被它彻底炼化 而后又花费了将近七天时间 方才使得这些药液融合在了一起 峭壁之上 消炎望着那在药顶之中 散发着淡淡斑驳光泽的一团粘潮液体 终于是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这次虽然并非是炼制丹药 可却绝对是消炎有史以来 在药顶面前待的时间最久的一次 整整一个月之多的时间 身体纹丝不动地坐于药顶面前 源源不断地调动着斗气 补充着药顶内的火焰充足 这种高负荷的挥霍 若非是消炎如今已经晋升斗亡级别 并且焚绝功法 也是进化到了地阶低级的等级 就算再认得消炎性质如何坚定 怕也是会因为斗气的枯竭 一头从这巨石之上 栽落在悬崖之底 终于炼化完成了 锈跑抹去额头上的汗水 消炎咧嘴露出一口白灿灿的牙齿 这一个月近乎烧火工人般的坚持 令得他也是收获颇为不小 不提那药液的成功融合 经过一个月的断烧 消炎能够觉察到 对于体内那股由两种一火融合而成的琉璃连心火 他的操控已经比以往熟练了许多 这种炼丹的步骤 虽然枯燥并且消耗心神 可对于锤炼火焰的操控度 却是有着极为巨大的好处 在将药液融合完毕之后 消炎休息了十来分钟 方才再度振作精神 目光从药顶中转向手指上的那枚古朴的漆黑戒指 略微迟疑 旋即将之缓缓取下 将戒指放在掌心中轻轻握着 半晒后 消炎猛的一咬牙 旋即手一抛 漆黑戒指便是在一道 巧劲的护送下 投入了火焰熊熊的药顶之内 漆黑戒指一进入药顶 碧绿火焰便是急速涌上 不过就在这些火焰即将接近戒指时 一股无形的力量便是自戒指中自动涌出 然后把火焰隔绝开去 哼 自动护主吗 看来老师这戒指也不是普通东西啊 乔得漆黑戒指的这般反应 消炎一正 旋即笑了笑 屈指一弹 那色彩斑斓的粘潮药液便是一阵滚动 最后把漆黑戒指包裹而进 对于这些 对于灵魂有着不错的治疗效果的药液 那漆黑戒指确实没有反抗 因此也实验由他们将自己扯了进去 见到成功将漆黑戒指包裹住的斑斓药液 消炎微微一笑 旋即手印一变 药顶之内本来有气无力的碧绿火焰 便是犹如被打了兴奋剂一般 扑的一声便是暴涌而上 将那团斑驳药液席卷而进 恐怖的高温即使是有着赤红药顶的隔绝效果 却依然是领得周围空间逐渐的变得扭曲了起来 斑驳药液在消炎的控制下 并未对碧绿火焰有着过多的反抗 粘稠的表面在那恐怖的高温之下 逐渐地冒起了些许细小的气泡 偶尔气泡爆裂时 将会有着一缕无形的烟雾 在温度的压缩下穿梭进入药液 最后悄无声息地融合进入那漆黑戒指之中 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 那团原本巴掌大小的斑斓药液体积也是逐渐的缩小 显然其中所蕴含的那种治疗灵魂的药力 已经在周围那恐怖的高温压迫下 尽数地被蒸发进入了戒指之中 并且修复着其中那沉睡的灵魂 药液越加稀薄 然而在硝烟那勤着一抹喜悦的目光注视下 那枚漆黑戒指表面上 却是逐渐地涌上了一层代表着生机的淡淡豪毛 老师 您沉睡了两年了 该醒了